小乐高大乐区 欢迎来到坏雪的乐高三库 前几天我们做了这一盒乐高创意百变 6753的A模式 绿色街道赛车 那你以为我们今天会要做它的B模式和C模式吗 其实并不是 今天我们来做的还是一盒乐高创意百变的老盒 这一盒就是跟那个绿色跑车看上去有点像的 5867红色跑车 说实话我们第一眼看到这辆红色的车 跟这辆绿色的车是不是 业外观是比较相似的呢 那他们的生产年数呢也只差了一年 这辆绿色的是2009年生产的 而这辆红色的是2010年生产的 从零件数上来说 这个要多一百多片零件呢 它是不是更细节一点呢 它的ABC三个模式也是车 来我们一起玩一下 这三个模式 好了 我们这一刻乐高创意百遍 5867红色超级跑车的A模式 红色超级跑车完成了 278遍乐高积木 搭出来的个头呢 来还是先拿坏学的手来做一下对比 基本上就是我一掌的大小啊 其实单纯从他的个头上来说 是要比我们上次搭的 6753的A模式 要大上这么一圈 来我们把6753拿上来 对吧 正好是大上这么一圈 这个也非常正常 毕竟6753也就160多片乐高积木嘛 而这个278片 多了100多片的 那多出来的100多片 不仅把这辆跑车撑得更大了 而且里边呢 还加入了许多的细节 最大的细节之处呢 就在于它的后面 乐高的设计师呢 在后面塞入了一颗模拟的引擎 用一些简单的乐高积木 模拟了它的引擎 从这里看似乎是6缸的 但其实呢 它是8缸的 在里边黑色的零件下面 还有两个缸 一共是一个V8的引擎 一个V8引擎 塞在一个这么个红色的超级跑车身上 它的马力一定是相当的强劲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 之前由于受限于零件 以及车身弧度的问题 它的这个门呢 是这样直的 而到这边呢 零件数足够了 车体也撑大了 那它的这个门 也做成了这种有弧度的 看上去呢 细节更加的棒 看上去也更加 有一辆超级跑车的风范 而且还有一点啊 要说明一下 来你看 它的两个后视镜 它的后视镜呢 按照原来的设计 就是这样 要微微往上翻一点 而不是这样平的 平的之话 看上去就比较普通 但是往这样 往上微微翻一点 看上去就有种 飞机像要起飞的 这么个感觉了 它的上面的这个盖子呢 依旧是一个一拆卸的设计 两个凸点进行连接 打开之后呢 那就可以看到 它里边的内构了 那这个内构呢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里有一个黑色的方向盘 可能大家看的 并不是非常清晰啊 淡蓝色的座位 然后前面的仪表台呢 自然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它的座位 依旧也是 你无法把乐高人仔放进去的 多少 稍微有一点可惜啊 然后它的细节之处 还有一点就在于 它的前面啊 因为它的发动机 在后面嘛 它的前面就变成了 一个行李舱 打开之后 空空的一个行李舱 当然了 你如果想要放私房钱 这里边也是可以藏一点的 不过就这么点空间 也藏不了多少钱啊 但是俗话说的好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嘛 然后再来看 它的轮毂 它的轮毂呢 依旧也是 两面的轮毂 你看 一面 一面 沉重的钢轮毂 还有一面的铝合金轮毂 当中的轮毂零件呢 跟 来 这个 是一样的 但是外面的轮胎零件呢 是要比 6753 要大了 这么一圈 厚了一圈 所以 它的扁平比呢 看上去 有些怪啊 装到车上面 总觉得这个轮胎的 个头 似乎 并不够 寸不起 它这个超级跑车的身份 相比之下 来 你看 这个车的大小 配合这个轮毂 比例 刚刚好 这 稍微 真的 有一丝丝的可惜啊 那乐高创意百变 5867呢 它的三个模式 也全部 都是 车 来 我们今天做的是 A模式 然后后面还有个 B模式 一辆 越野车 C模式 一辆 卡丁车 看上去 也是非常的有趣 那后面有机会的话 坏雪也会把它做出来 来给大家一起 分享一下的 好了 今天 坏雪的乐高仓库 就到这里 这一盒 乐高于2010年推出的 创意百变产情 5867 红色 超级跑车 你还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为了关注 点赞 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